各位網友你們好,歡迎你又來到Anson Zhang M.M.X.I.X的YouTube Channel 又到了當季日劇,雜雜追,看完脆脆水,不劇偷不爆雷 這次要介紹的一套我看完之後已經到第二集 第二集也推出了,但是未看,所以現在回到第一集 為什麼要講呢?因為這個屬於介紹性質 這套影片挺獨特的 第一,原因是它不是黃金時間做的影片 所以它是一些小品,二十多分鐘左右 還有它是一個深宵時段做 好像它按照深夜接近12點半開始做 所以一部分不是要上班睡覺 這種小品 這種小品開始大家都會知道 因為之前我們的資訊網發達 要看到通常就是黃金時段的大片 知道資訊發達之後 開始就發達了 你要知道開始發達了 經濟發達也好,網絡發達也好 更加容易得到其他的資源 所以一些我們較為少 就是小眾的一些題材都能夠出現到 其實之前如果有看我其他介紹日劇的影片 都有提過的了 就是一些深夜的尺度上會比較大一些 或者內容那個叫做小眾程度會較高 就是告訴你一部分 不是大眾那麼容易接受到的題材都可以拍 這個就不關大不大了 就是大眾接受 這個純粹是一種趣味的東西 也我覺得是一種直入式廣告形式拍攝 你大概 如果有看過的網友都應該知道 這一類型的影片是怎樣操作的 其實我看過幾套 不過呢 我拍這類型的日劇片的時間 就是追日劇片的時間 這段時間開始的時候 這套就上了 所以我順勢說 如果有時間追回以前的劇片的時候 我就會再跟大家分享 我較早前看過類似這些 嚴重式 嚴重地直入廣告的一種效能 為什麼呢 因為題材方面 我感覺上就已經是一個廣告來的了 不過無論怎樣都好 看日劇都是上心樂事的情況 那我就想交代一下 這一類型其實題材都挺新鮮 而且對我這種 去到某個年紀的人來說 應該有些回憶的 好了 簡單的說一說 大家都知道 這套戲的名字 就叫做量產型離子 它的名字叫離子 《無形女子的人生組裝記》 它有另一個名字 《無形女子的人生組裝記》 或者它有些譯 譯成是 《女子的掃靠無形人生組裝記》 事實上一看就知道 就是代表了 砌模型的 先不要說我的回憶 先說回內容 因為這套戲 待會給我一種回憶 我又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便臨到最尾的部分 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要講一講 砌模型 砌模型 大部分的人都會覺得 是一些男生會做的事情 因為模型方面 大致上應該有幾樣 不是Figure 是模型 真是模型的情況 以前的模型 多數都會是機械人模型 即是我們的卡通片機械人模型 高達那些 大把 其實你能說得出都有 然後就是一些 類似軍事模型 飛機 戰艦 諸如此類 還有沒有呢 還有的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類型 但因為你問我小時候 只是見過這一類型的模型 所以我便集中注意力說這些 如果網友有任何的資料 補充 連結 可以更加豐富到內容範圍 不妨在下面留言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大家網友也可以 有這麼上一年多 都有一種回憶 未玩過模型的網友 一出生可能就只會Figure 那些朋友 亦都可以透過這段片裏 講出模型對他們的吸引力 那為什麼會這樣 真的不同的年代 會有不同的做法 待會我都會 在我說回我當年怎樣做的時間 和這套劇裏面的表達方式 真的有一點點不同 有趣的地方就是 砌模型 很明顯 砌模型 來來去去都有一些不同的類型 那我先去買個關子 因為第一集的模型類別 和第二集的模型類別 都是不同的 我覺得每一集都會講一種不同的模型類別 不同的模型類別 不同的模型類別 不是砌模型的方式 其實都不關於砌模型的事情 一會兒也會分享一下 當年怎樣砌模型 有趣的地方就是 很明顯你看完之後 他聲稱最基礎的砌模型的方式 其實對我們小時候來說 都完全不用的 有些高手在砌模型的話 都不妨在下面繼續說 另外就是剛才說過 最有趣的原因是砌模型 好像是男士專屬的部分 但是他竟然這套劇 是用了這位女士來指下 這位女生來作為串連 就是由他砌模型的 以一個女生來砌模型 帶有砌男性的機械人模型 你會覺得很有趣 當然不只是說砌模型 還有當中他會說什麼 剛才看到了 人生組裝技 就是透過他的生活的模式 他這麼巧就在一間公司工作 他的生活裡面 就是一個正常的 所謂的白領生活 透過他砌模型當中 似乎理解到 他日常生活當中要注意的時行 所謂的用木砌模型 帶出人生這麼厲害 明明砌模型是這麼簡單的東西 可以串連一些生活的角色 其實很多這些小品劇 都有很多這種狀態 如果有網友的興趣 其實可以翻閱一下 過往的日劇紀錄 你也可以找到這一類型的 將一些興趣變成 去對一種生活的理解 一種主題的劇 這一種就有少少像 你可以說是 直入式廣告 另外你可以說 透過一個題材說另一些東西 這裏很常發生 有一幾套劇我都等著要說 不過我覺得這套有趣 先講給大家聽 分享一下 事實上它的內容不是很多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小品 所以它的製作 無論是它的網頁 都會比較簡單一些 那我們先看看 如果有興趣去到它的網頁 的時間 你會看到 你看到 一下就告訴你 是 這裏有寫 我放大一點給大家看一看 你會看到 星期四 星期四的深夜 零時三十分才開始 很厲害 屬於一個較晚的節目 等我一會兒 先錄一錄 看到 它沒有什麼內容介紹 它有很多分配 你會看到 就是這些小品劇 不單純地在 電視台播放 它會配合所有串流平台 來幫助 因為 首先我覺得 對象 對象可能是年輕化一點 所以 他們較為 用手機 或者其他的平反裝置 來觀賞比較多一些 坐在電視機前 可能少一些 所以每一集的時數 就會短一些 這裏你會看到 不經不過第二集 都做完 準備有第三集出現 它整個內容 不是出名的人物 我們可以看一看 它其實不是出名的人物 雨田又戲 可能有看那些女子組合 就可能認識它 如果沒有 好像我都沒有 我就不太認得它 也沒有什麼特別 另外一邊掃下去 那些藤井下戀 我好像沒有什麼印象 看《望月報》 聽過男生的名字 然後《中島報》 你可以看一下 然後《前田王志郎》 然後《石川衛尼家》 很新人的 這些劇是有些很新鮮感的 《瑜座》 不知道怎麼讀 然後下去 《深夏能行》 又是不太熟悉的 有些所謂的《老氣骨》 所謂的《老氣骨》 我們可能有人見過 有時候就不太記得名字 出名的《老氣骨》 要配合 其實有一個《老氣骨》 是會認識的 這個 其實他的樣子 一定見過的 很多時候他都做了一些 小人物的角色 另外有一個角色 都應該常見的 就是他 沒錯 田中耀翅 為什麼我會特意提一提他呢 稍後我應該會講一講 另一套劇 我發現 大家也知道我比較喜歡看《牧村》 《牧村》 有HERO HERO HERO 好像讀到不懂得讀英文 HERO 沒有了R HERO HERO 就是那個律政 律政 我忘記中文怎麼翻譯 他做律師那一套 有第二季 第二季的 還有 突然間忘記了 哎呀 他這麼出名 我都忘記了 他叫什麼 北川景治 即是開始實譯 北川景治 他是那個 所謂酒吧 酒館的老闆 負責調酒和煮食 那一個 如果你記得 你就知道 他很多戲都有他份 這套 拼模型 他都起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你可以看看 另外 你看回那套戲 我有些事情 稍後時間 要告訴大家 這些是趣味性質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整個網頁的 佈置和一些 黃金時段的重頭劇 的佈置完全不同 是一些笑品 所以網友如果有興趣 其實都可以追寒一下 這裏就是他本身的 模型人生 看到一部份 就是砌模型的部分 這裏 接下來會講起 為何我覺得他這麼有趣 就是講回我砌模型的歷史 其實小朋友砌模型很簡單 走去模型船看看 對嗎 機器人模型是最多的 一定是 我們所講的機動戰士 最多的 對我們來說 然後我小時候有砌過 戰艦 但我沒有砌過 飛機的 很有趣 那些 二次世界大戰的 戰機 或者坦克 我都沒有砌過 我只是砌戰艦 很有趣 不知為何我會選戰艦 砌 然後砌的時間 有些朋友都知道 不同的品牌都會有 不同的質素 有些是很容易砌的 有些是很難砌的 不知道記不記得 你拿這一堆模型的時間 你是不是在扭那個模型出來 扭斷了這兩個水位 你就可以拿到這顆東西出來砌 原來 現在一般情況下都不扭它 因為它們用剪鉗 剪平的砌口 我那時候小時候沒有做的 就是在扭一下扭一下 扭掉它 所以摺駁位的時間 都會有一些尖角的位置 起了出來 有些朋友就錯了它 有些如果剪得好的 基本上就不用錯了 另外也知道 有些不同的品牌 就會令到 模型二砌一些 它們拼一下位置 拼得很好 卡一聲吸好就可以了 有些部分網友 就在精益求精 它說 不可以就這樣做 要找東西癡 你看到那個劇集裡面 它都有搞基本的東西 一般情況下就是這樣 它劇集裡面 也有講常識 我們一般沒有常識 為什麼 我們砌戰艦 那隻色 就差不多是灰藍色的情況 要上的就是 浸了水的貼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浸了水的貼紙 最難控制 然後有些網友 再瘋狂一點 就真的會常識 譬如說你那隻飛機也好 你那隻戰艦也好 你要做一些 經過炮火洗禮 你有一陣子有些 黑了的地方 就一油一噴 那時候沒有那麼多 這些東西 所以砌完就 有廉貼紙完就算了 如果機械人的話 有部分人都會做場景 有些模型做得沒那麼好 就會有些空隙出現了 就算你黏好了也好 有些人就突出來 就錯走它 如果你有空隙的話 就很明顯要補我們所說 我們那時候叫做筆地 當然現在知道英文 就知道為什麼它叫做筆地 其實是譯音來的 我們就填好它 然後就上色 因為筆地的顏色 就好像灰灰的色 如果記得 有些人可能會混合 用顏色去混合筆地 混合到接近顏色 然後再上色 那就沒有那麼差 這些就很專業 我小時候有個同學 就是專門做這件事 另外可以說 砌模型的時間 有幾個大的牌子 如果你在網上找 你都看得到 這個是較多的 我覺得 較多我熟悉的牌子 最熟悉的就是這個 雙星牌子 那時候不懂日文 所以就以為它是 不是日本貨 外國貨 現在就知道 Tamiya 填公 好像我記得 叫做填公模型 我們叫雙星 或者叫孖星 另外有些都很出名 比如這個H 這個H 這個H A S E G A W A 如果應該要當日文讀 就是夏瑟加華 這個部分 另外有一些 我後來都記得 就是像這隻 R E V E L L 你也見過 Dragon 這隻也見過 其他牌子 我未見過 不過如果你上網看一看 這個車就是 R E V L L 不一定是 機械人 或者是戰爭模型 很多類型的模型 都有 有這些 接合劑 所謂的 有跑車模型 對 有人特意砌跑車 是法拉里 不是買 車仔 金屬 逐個逐個 有輪胎 我記得是 R E V L 為什麼我認識呢 沒錯 有這些戰爭模型 有飛機 有車 其實那時候 有很多可以選擇 亦都有很多模型 不過現在就少了 你也見到 這個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量產型梨子的主角角色 就是經常拿著剪檢去砌 智乎 是不是 不是 這個叫做 渣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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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錯 我不好意思 因為我小時候 對高達其實 不是那麼沉迷 所以我對於角色 我不是很知道 說錯的話 千萬不要指責我 因為我真的 不是很知道 先戴上頭盔 只不過是 純粹跟大家分享 第一集就是砌這隻 所謂的 有說是常識 很有趣的 而且砌模型 當年就陪伴了我 因為為什麼 除了存錢買模型之外 砌模型要時間 看模型 是一個想心樂事的 當時 你可以打開一副模型 有些有些掃膠包起它 你就不能動一下它 但是如果你以前 不是很頑皮 弄到別人的東西 都亂了 其實它的包裝是沒有的 你可以揭開 逐塊板都看得到 還有說明書都看得到 你可以選一選 到底你自己的難度 因為有些模型的難度 會比較高一些 如果多些關節位 就難度高一些 如果你好像我剛才說 砌戰艦 其實不算一個非常高的難度 砌機械人關節是一個比較大的難度 另外看這部電影 我才知道 原來砌機械人 假設你要做上色圖 不用做上色的時候 砌的先後次序都有分 那一刻厲害 有些已經玩到出神入化 將模型 還會做一個背景 即是做一個場景出來 打仗有打仗的場景 如果機械人的背景是太空的話 有太空打鬥的場景 就像現在做到現在的Figure 有背景 很精彩 現在這個Search 就看不到背景 你只能看到 木架 放上模型玩具 或者你再套一個透明的膠箱 去保護它 就比較多一些 有些發燒友 整個場景都做了 我當時見過 非常精彩 就不是這些木架那麼簡單 這些木架已經算簡單 這一段的確是有一個女生 引發起整體一個砌模型 誤出人生的事件 雖然我覺得 我們算了一段時間工 她那種誤出人生 我們已經集以為常 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她給回我們 當時的一種回憶 就是曾經小時候 都會有夢寐以求 想要的模型 她就誤打誤撞 進了模型譜 詳細的東西 你們可以看一看 有網友就覺得 這些片 很獨立 每一個主體都很獨立 沒錯 因為它不需要用腦 你看到就看到 它的片 不是需要追劇 燒腦那種片 是一種透過 顏色的東西 講一講你的生活 給大家一個同感 大家去抒發一下 生活當中的一些 可能的怨氣都不頂 所以這個部分 各位網友就千萬不要 當一套很完整的劇 來追 否則就只會令 大家自己會失望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如果對於一些新穎的劇情 有興趣的網友 都可以值得看一看它 這一套就是我 都覺得介紹 因為它是屬於 都很正面的戲 也都可以 給一些未砌過模型的網友 就知道 當年有一幫發燒友 都曾經砌過模型 尤其是我們空間這麼小的時候 我們的模型很難 去儲得很好 很多時候 好像我這樣 一無位就要丟掉那些模型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 可惜的狀態 如果有的話 當年我把我當年砌的模型 拿出來給大家笑一下 都很開心 各位網友 不知道有沒有 都有這種砌模型的習慣 有的 都不妨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有看過這套劇的網友 都可以分享一下 你對這套劇的感覺 無論是正面或者是負面的都不要緊 不過最重要的就是 透過看日劇 輕鬆一下 放鬆自己 所以也不要太過 怎麼說 不要太過 覺得 要很認真才能夠看日劇 我就會再跟大家分享 放心不要劇透 我就算說了那麼多 都好 你還是不知道劇情內容 所以 始終如果你有興趣 都要跟我一起追看吧 好 那今天的時間就到這裡 有些什麼 我們下集再談 就這樣 拜拜